当被问及打磨后的画面和被打磨过的画面是否有明显区别时 赵露丝一脸权威地回答 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 我存在于滤镜的领域 尽管因在传闻中的陈千千 终饰演陈千千一角而声名狼藉 但网友们对赵露丝演技之外的背景的讨论仍在继续 再加上赵露丝在初中和高中时期就是网红 这导致她成名后的行为也被网友吐槽不专业 然而,这些批评并没有阻碍她的职业发展 因为她不断从各个品牌和平台获得更多机会和资源 近期现身方牌代言平台时 观察到赵露丝的体格似乎变得更加健壮了 上半身披着一件宽大的背心 给人一种丰满身材的错觉 而她的手臂则显得更加粗壮 裙子下的黑色荷叶边并没有起到优雅的作用 反而增加了体积感 让赵露丝整个人显得又矮又重 赵露丝不仅在活动现场拍摄的生图上颜值不佳 还引发了网友的差评 网友分享的照片显示 她的脸大得不成比例 油腻腻的 眼睛显得小而无神 众所周知的角色美女无处可寻 她混入了街头巷尾那些同样迷人的女孩群中 结果,她不容易被认出来 很多人在看到赵露丝未经修图的照片后都惊呆了 这些原始照片与她之前分享的经过修饰的照片截然不同 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认出她 作为娱乐行业的个体 艺术家被视为公众人物 网络用户经常讨论女性艺术家 如何在她们编辑过的和未编辑过的照片之间形成明显的对比 但赵露丝似乎对这个观点感到困惑 针对批评 她表示两类照片确实有很大差异 表示自己是一个不断生活在滤镜审视下的女性艺术家 说实话 得知赵露丝是圈内新人 我还是很意外的 不少女艺人曾因修图与未修图对比鲜明而被网友诟病 但大多数女艺人对此保持沉默 这是一个常见的话题 但赵露丝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愿意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并承认她发布的照片确实是经过编辑的 她勇敢地承认生活在一个过滤气无处不在的世界 她自信地回应引起了业内许多女性的共鸣 虽然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但赵露丝似乎还是保持着网红时代的无畏本色 不管形象是优美的还是直帅的 只要她继续有出色的表现 体现积极榜样的精神 相信她的人气只会越来越高 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欣赏她的才华 磊和迪丽热巴同框 身着格子裙扎着辫子 吴磊对超女搭档眼神深情 热巴身穿白色毛衣搭配黄色格子裙 扎着双马尾变发型 散发着十足的女人味 而吴磊则身穿西装打领带 透过镜头深情凝视着热巴 站在她身边的热巴保持着泰然自若的姿态 虽然他们最初扮演的是兄妹角色 但他们在荧幕上的化学反应却超越了年龄 热巴散发着少女的魅力 而吴磊则散发着成熟的帅气 出乎很多网友的期待 为了打造更饱满的发型 先编几根小麻花辫 然后将它们聚在一起扎成一个低马尾变 由此产生的风格在视觉上引人注目 弯曲的发际线增添了有趣的元素 热巴的甜美头发令许多人羡慕不已 选择双马尾变打造更简洁的外观 突出颈背 圆领毛衣搭配这款发型 非常适合单独穿着 短袖设计加上蓬松的袖子增添了独特的触感 而缩短的袖子平衡了任何增加的蓬松度 露出修长而冷色调的手臂 卫衣本身精致又不失奢华 米白色调在一定光照下更像是淡黄色 与下半身的格子裙颜色相得一张 仔细一看 这件衣服的颜色是清新的米白色调 既不太亮也不太暗 短而蓬松的袖子是对复古风格的优雅回归 同时仍然具有多功能性 从侧面角度看 热巴优越的鼻梁可见一斑 它的马尾变采用卷发设计 给人一种利落妩媚的感觉 淡淡的香水味 让人联想到年轻女子 从她的方向飘来 为整套造型锦上添花的 是一对精致俏皮的向日葵耳环 上衣塞进裤子的腰部 营造出匀颤的外观 直筒裙在所有合适的地方 都很宽松但很紧 包臀的直筒裙和宽松的上衣 一起构成了近乎完美的套装组合 刘诗诗和吴奇隆的喜糖 恰好是巧克力 与杨阳同框亮相 然而 糖果的甜度与爱情无关 昨天 也就是2月10日下午4点整 杨阳突然在微博上更新了一条 关于巧克力的消息 您是巧克力爱好者 希望为你们的关系定下基调吗 经过仔细检查 我将注意力转向了相关人员 著名的比利时巧克力品牌 Gadiva最终亮相 Gadiva因其是市面上最昂贵的巧克力 而享有胜誉 被誉为巧克力界的劳斯莱斯 Gadiva与Lind Ferrero和Dolly齐明 被公认为全球十大巧克力品牌之一 Gadiva巧克力的品牌故事与众不同 因为它并非围绕爱情主题展开 这张图片可能会给你们很多人敲响警钟 马术艺术作品通常被称为马背上的Gadiva夫人 大约在公元1057年 考文锤的农民被他们的统治者 利奥弗里克伯爵克已重税 为了减税 Gadiva夫人向伯爵求情 甚至提出打赌 如果农民们能目睹他骑马穿过街道而不看 伯爵就会同意减税 城里的居民得知消息 纷纷关上门窗 免得夫人难堪 城内一片寂静 最终利奥弗里克伯爵信守诺言 事实证明 农民们是可敬的 值得尊重 据说Gadiva品牌的标志 就是受这幅画的启发 一匹马被一个长头发的女人骑着 他没穿衣服 Gadiva为了吸引中国市场 推出了狗年限量版 优于LV的Not Bad Dog 这句话既没有突出任何优点也没有缺点 相关的德语句子扩展 你永远无法完全确定 未来会发生什么 就像一盒巧克力如何呈现出 无法预测的各种口味一样 可食用的幸福 以巧克力的形式出现 沉迷于巧克力会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适感 幸福可以通过巧克力的友情 和可食用的喜悦来体验 以一块美味的巧克力开始新的一天 可以帮助您消除烦恼 并为未来的一天定下积极的基调 如果您感兴趣 请随时直接发送消息给Pinda Dodge先生 北电校友帅气的吴磊和憨憨的王俊凯很少合影 上个月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了 我们的空间宣传活动 三位校友关小彤 吴磊 王俊凯都参加了 在活动期间 有人看到三人身着北电的校服 王俊凯和吴磊选择了黑色男装 关小彤穿的是白色女装 吴磊和王俊凯的脸是出了名的娇小 还蛮上镜的 爱笑不露牙的吴磊 体现了一种传统的魅力 他锋利的眉毛和闪闪发光的眼睛 以及洁白的牙齿和棱角分明的面部特征 都为他引人注目的外表做出了贡献 而王俊凯则多了一份青春天真 笑起来露出尖牙 看起来是个风度翩翩的少年 每天我在雪地里跌跌撞撞 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老人 小心翼翼地走进村口 戴着一丝幽默 从小我就不知道当偶像的艰辛 我的美貌总是转瞬即逝 持续不到三秒钟 在这一幕中 王俊凯身穿白色西装 手里拿着一个鲜红的气球 他的这妆散发出温暖而绅士的气息 反观吴磊 一身黑色西装 腹黑霸道 颇有总裁风范 与此同时 宋佐尔站在中间 一身黑色西装 绣出一双修长的眉腿 散发着洒爽迷人的气场 这看起来是两个男人追求一个女人的故事情节 不禁羡慕宋佐尔的人品 吴磊是一位杰出的童星 没有任何后遗症 他不仅拥有不俗的演技 而且有着不俗的外貌和体格 客栈三的观众都认可吴磊的野心 但他还没有拿出真正的代表作 团队由家族成员组成 技能有限 因此 如果他们希望晋级到更高的水平 团队必须进行重大改革